原警來到旅館門口 敲門示意裡頭住客開門 一名陳姓男子 上身打赤膊 出來應門 發現市警察一臉茫然 開門同時還飄出塑膠錯位 讓原警起疑 要求住客配合檢查 進到房內 床頭櫃上就有一隻 抽一半的毒品 卡塔麥烟 床頭兩側 還有三隻笑氣鋼瓶 房裡另一名女子眼看逃不掉了 拼命解釋 這些毒品都不是她的 但兩人還是通通被逮 事發在二十七號晚上九點 一對情侶在桃園一間汽車旅館 大開毒趴 因為房裡不斷傳出 敲大的吵雜聲 影響到其他房客 才會引起原警上門 沒想到門一開 直接露線 人髒聚禍 想害怕沒開城 毒鴛鴦雙雙雙落網